《新年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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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星期四的《創富激發點》 我是鄭麗兒 Christy 今天請來嘉賓熱敏欣 Abby 你好 請Abby上來和我們分析一下 窩倫和牛紅症市場 先關注一下港股表現 今天政府賣兩幅地 半山的一幅豪宅地皮 和元朗地皮 不過也沒有大動港股升 今天港股一度跌近300點 下午跌幅收集 收市跌了51點 收報22609點 成交活躍807億 問Abby 其實港股在6月開始不停跌了 跌了4% 跌過1000點 接下來怎樣看後市表現 恆子今天呈了一個小V型 一度跌過290點左右 之後美股的跌幅大為收窄了 技術上來看 一度失手過250天線 即是牛紅分界線 另外保力加通道的底部也曾經穿過 如你所說 六月到現在 即是頭半個月差不多 其實市場好像有乾跌的格局 始終整個市場的不明朗因素 都是多一些 好像內地來講 內地就是A股 今天來講 再要跌超過1% 上證綜合指數 繼續是250天線 流下徘徊 也會影響到 香港股民的持倉意欲 也會降低了 另外外圍一方面 美國聯儲局主席巴南克說 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不及預期那麼好 不過沒有說明 還會不會有刺激的措施推出 另外評級機器也說 可能在稍後時間 會降低美國的主權評級 不明朗因素仍然是多 另一方面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 可以說是缺水 資金都是不夠 港匯大概在7.7%水平陪會主 始終都是弱一些 縱然銀行結餘 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還是高企 不過看到內地方面 上海銀行兩個星期的同業拆息 就是升到4.61% 比起星期一的時候 其實急升了86個基點 市場就看了 可能內地下星期二公佈的數據 有機會反映通脹 始終仍然沒有降溫 中央還有可能會推出緊縮的措施 如果在技術上 港股逐漸有一些超賣 恒指尼近期 4月8日到現在 跌幅接近8% 而九天RSI大概在30%水平 今天穿過250天線 和保留家通道底 短期的技術是超賣的 有機會反彈 不過中線來說 究竟有沒有機會反彈 主要看內地股市A股的表現 究竟整個市場的資金 會不會回漏回來本港 這樣才有理港股的表現 阻力位暫時看 可能是大概22,900點左右 另外支持位 就放在22,100點左右 即是日本下市股之後 下市的低位 其實看回市況都很差 相信不少投資者可能因為這樣選手 其實現水平很淡 那些淡油怎樣去投資部署 如果近期淡油的話 已經可能累積有一些獲利 看回如果拿著淡倉的話 有可能現在這些水位 已經可以分斷指賺 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拿著好倉的投資者 就應該看看 自己究竟拿著倉 究竟是何時到期 如果是中長期 或者是稍為貼價一些的話 就可能再去坐貨的可能性 就會大一些 但如果真是很短期 和非常價外 可能價外成兩三成的話 就要注意證股或者指數 短期之內沒有急反彈的機會 動力夠不夠 才是再決定的 如果可能急反彈的機會 不太大的話 就可以想想去止賺 所以 看回其實 如果未入市的投資者 現時來說 因為市況仍然可以說未明 投放在一些槓桿的產品 即是窩倫牛紅症 建議大可能最多 都是5%的投資本金 3-5%會比較適合一些 以一個細著一點的風險 來控制 細著一點的資金 來控制風險 另外就是 純粹現時來說 都是參與市場 感受一下氣氛 因為始終市況這麼難看 要賺錢都非常難 那恆子牛紅症的資金流下 會不會還有很多投資者 博反彈 這件事來說 可以看回數據 1100和昨天的市場 都是下跌的 一共下跌了1.3% 即288點 投資者其實之前兩天傾向 都是入市 留底博反彈 兩天來說 恆子牛症 1億3300萬正流入 而紅症2550萬流出 他們傾向選擇一些 非常貼價的牛症 跟現價貼著 所以市場這幾天不斷跌的時候 有很多投資者 可能已經算了手 今天曾經22400點 這個收回價區域的 牛症都被收回 如果計算一下 單單是今天的話 22400至22606點 就已經有接近1800張街貨 等同期指張數 被強制收回 至於紅症方面 始終都比較少人開 叫做重貨區區域 就是23200點 至23399點 街貨等同期指張數 405張 500張都不夠 所以都不是很重貨 那別的紅症持有者 今天來講 都已經先行指賺了 而且也值得提醒 最近多了人去選擇恆子倫 可能是貪回沒有一個收回機制 但是他們是不太多 所以我們已經要 對他們的交易 然後我們要求 照顧我